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在上水 就有多名的北區區議員以及網民 就發起了和你走的遊行 在這個遊行結束以後 這班警察馬上就展開了大圍報 在上水中心外邊 是制服了接近100名市民 期間在商場裡頭 那班警察濫用他們的武器 亂瘋噴胡椒噴霧 最後有三名便衣警員 遭到他的同袍 顏射折折折的噴中了面部 有些畫面就顯示出 有一名蒙了面的便衣警員 多次誤中胡椒噴霧 面上流露出一副痛楚的表情 他馬上向同袍出示自己的委任證 表明警察的身份 於是那些防暴警察才肯停止噴蛇 這名中了一招的便衣警員 隨後就由兩名蒙面便衣警員 參乎離開這個商場 就安排他去到商場外邊的花槽 坐在這裡治理了 現場大批市民向這些便衣渴賭彩 亦有歡呼聲來傳出 就是貧呼這個活該死 在場另外有兩名畜龍 懷疑都是中了自己同袍的胡椒噴霧 一副死狗的樣子 需要用清水和生理鹽水來洗眼 這些活該活該死 市民沒有分別 現在好自作自受 感受一下到底被這些胡椒噴霧射中 是甚麼滋味 到底是有多痛楚 試試自己去 自作自受 活該死的賤人 而且每次你拉錯自己人 射錯自己人 亦向國際社會說明了一件事 根本上是濫捕濫射 濫用那些武器 所以當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180天以內要制定制裁名單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考慮到到底是誰來向香港警察授意授權他們 這樣來濫捕濫射的 那些人一定會在制裁名單之列 所以你這班人 不要以為可以逃脫 一定會有大審判告訴你 而且他們的委任證 唯一的作用原來是出事給自己人看的 現在他們不叫自己人 就簡直是show pass 以防有混亂的情況 之前在大埔的時候 他們還大叫自己人 現在不叫 現在直接show pass 就最清晰了 原來pass不是給市民看的 是給自己有看的 多麼賤格 這些是警察通例裡面的規定嗎 根本上是違反了 現在警察基本上在上水這件事 就已經確立了維捕的戰略 之前就在原單大遊行 現在再來一次 其實就已經確立了 以往盧偉聰做處長的時候 主張驅散的市民 好了 到你鄧炳強做處長的時候 現在你就非常之急了 你就要急於做這個所謂止暴制亂 於是就搞了這個有報的三部曲出來 第一部曲 先批准這個不反對通知書給那些申請的團體 第二部曲你就派大批那些所謂便衣警員 去到這個示威的現場那裏 適當的時候就開始收網了 第三部曲你就配合那些防暴警察前後包抄 將大批的無辜市民就圍捕 其實這一種的策略背後就反映得出鄧炳強是非常之急 急於平息這個運動 急於做他所謂止暴制亂的工作 而且不惜違反這個基本法的第28條 第28條說什麼 就是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是不受侵犯的 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 拘留監禁 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 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對居民施行酷刑 任意或非法剝奪居民的生命 根本上你那些警察就是濫捕 你自己這個所謂吳樂俊就是劉公子的外長 你在記者會內自己也承認 在所謂維捕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會抓到一群不關事的市民 你自己也承認 這不是違反了第28條第28條 你是亂拘捕 你在拘捕的過程當中 你是拘捕了一些完全不關事的人 及後你更加只在現場放行一群記者和急救員 這就已經顯示得出 你就是違反了第28條就是亂拘捕 事實上你這種維捕式的策略 的確會影響到部分和理非再次出席這些 遊行示威集會的意欲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你令到參加者的成本大增 首先就是時間成本 你令到參加者人心惶惶 不知道何時自己會被拘捕 變成出來的時候 可能自己預設要坐爆48個小時的臭隔 這樣才會出來 而且他還有其他成本 包括是甚麼 可能會被你沒收手機作為證物 甚至乎那些三副鞋物又會被你沒收 換了那些灰衣灰褲 交拖鞋 好了 這個時間成本而已 還有他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 你拘捕他回去的時候 又不知道會安一個什麼莫須有的罪名給他 例如說他只是非法集結 這是百搭的 還有他可能面對一個擁場的司法審訊 這個對於他精神上來說 絕對是一個折磨 好了 而且甚至乎是影響工作 你坐48個小時的臭隔 你不是會被他自由打電話的 他那個通訊自由又受到限制 怎樣打電話回公司請假呢 變成連續擴工兩天 就算打到也不知道怎樣跟自己的同事說 難道自己坐在臭隔嗎 所以你就令到那些參加者的成本大增 好了 到底有沒有一個解決的辦法呢 這個所謂的維捕策略 他擺明就是濫捕了 亂捕的了 我目前就想不到有什麼策略 在現場來說 根本上他就是包抄亂捕 除非有人能夠在那個所謂司法層面可以阻止他 比如說 到底你這幫警察是不是有違反到基本法第28條呢 關於你這個濫捕的情況下 看看那些法律界的人有些經常說 over my dead body 有些說有險可守的那些好去做一下事 到底香港還有沒有法治呢 那些法律界的人就要思考一下這方面 就不是我們這些普通的市民可以搞得到的了 但是在現場來說就沒有破解方法了 但是我又覺得你鄧炳強大署長 你用這種維捕的策略呢 其實那個判斷能力是非常之有問題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點 你可能再玩幾次這種大維捕的戰略 的確是會震懾到部分人的人心的 就會使到有些人不敢再出來的人數就會慢慢下降了 參加這些活動 但是就算你在這一刻能夠阻嚇到大部分人站出來的時候 那又如何呢 是不是呀 最多你就是治標 但你不能治本 因為所有人 全香港的市民對於你香港警察和鄧炳強 都是不會服氣的嘛 你香港警察就跟幾代人為敵了 你香港警察背後代表的就是特區政府嘛 就是說你整個特區政府跟幾代的青年和幾代的市民為敵 好了 你基本上就搞了一件事 就是散播這個仇恨和革命的種子 終有一天你是會遭到人民的反誓的 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這個雨傘運動完了 整個社運街都是在經歷一個極低的低潮 沒有人猜得到在2019年6月中 就會發生這個反送中的運動是波瀾壯闊 經歷了到現在這一刻是第八個月 你今天搞這個所謂維捕的策略 去濫捕市民 就算被你成功了又如何呢 你今天種下的因就結了明日的果出來 下一波如果再有這個民怨大爆發的時候 肯定是會比2019年更加積極 你看著來吧 2014年的時候大家其實也沒想到會有今天這個情況 第二件事就是迫使部分的和理非 去升級而已 你搞這個大維捕 你只能使得那些人有兩個方向 第一 他就是歉於你這個維捕 就不再出來 如果他不歉的話就怎樣 你就迫他去升級 部分的和理非就會走向勇武那邊 原來勇武那班又如何呢 那麼他就可能會走向地下化 那些行為就越來越激進 現在你搞這個遊行示威集會 你不准搞嘛 你圍捕他們嘛 好了 當他們走向地下化的時候 那會怎樣呢 就是小對化 甚至乎是個體化 到時你還更加沒有辦法控制 你現在還有一個所謂的遊行出來 讓你做一個所謂有報的平台 圍捕的平台 當他們連這些不反對通知書都不申請了 甚至乎那些活動預告都不搞的時候 一來就直接來了 那你還更加的傑傑傑 到時是不是 完全是一法不可收拾 目前你都說香港還未出現到這些境況 但當大家參考一下外國的情況 你有這麼強烈的壓迫底下 那些激進的行為 是你難以想像這麼激進的 大哥 如果真的出現到這個境況的時候 那你怎樣呢 是不是 大家都不願意見到 但是你不斷地加強對於這些青年的壓迫 其實這種情況是可以預視的嘛 而且可以預防可以避免的嘛 但是你沒有這樣做嘛 是不是 所以你是要承擔這一切的責任 將來如果真的有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 是不是 就不要在那裡抵賴別人這樣那樣 那第三件事就是 香港和大陸最大的分別 其實還有一個死感半決的新聞自由 還有資訊自由流通嘛 你玩這一招就只會自暴其醜 是不是 你打算製造一個所謂的恐懼 沒錯 那些人可能會怕麻煩 是不是 就不出來 問題就是 你這樣做這些事的時候 你不就是把自己的醜恨、惡恨 向全世界公佈 是不是 香港和大陸最大的區別 就是在這個小小的部分 如果不是 都沒有了分別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